台湾拳后林玉婷和最速男杨俊翰一起举着中华奥会会棋走在世界地图舞台 但林玉婷没把金牌挂身上 冠军公园派对也因为闭幕式提早结束 等于林玉婷没机会来场金牌走秀 巴黎奥运闭幕安排大家以法语字母顺序进场 但观众看转播向视力检查 要很用力盯着看才会发现出现不到5秒的会棋和人影 而且很远很小 转播画面没切特写看不到林玉婷和杨俊和英姿 真的好可惜还有观众生气开骂 但闭幕进场分两路走上舞台后四散 的确无法完美捕捉所有人 台湾教练选手加上团队成员在舞台下对着相机挥手 幸好有这些照片留下他们的灿烂笑容 包含陈念琴 吴诗仪 黄晓文 甘家威和赖主恩 还有郑怡静 彭明洋 孙震 大家都开心齐聚 另外在台下台湾代表团就站在美国和中国两队旁边 不过大家没特别互动 都是跟自己的团队成员玩在一起 巴黎奥运正式落幕 台湾夺得两金五桶 也是史上第三次 单届进账两面金牌 更是连续六届都有金牌入带 不过下一届2028洛杉矶奥运 举重拳击有取消可能性 棒磊球项目确定回归 台湾如何再拼夺牌好成绩得积极备战 TVBS新闻中华报道